嘿大家好我是MNike叫我A夢或E夢 那很少在影片的時候開這個視訊的鏡頭啦 只是我想說今天又是這個閒聊的系列 讓畫面上面有些東西在動這樣子而已好不好 好那總之呢這個系列我還在想要不要特別弄成一個系列啦 目前先暫時放在閒聊廢片的地方 反正就是聊一下任何公主連結中我覺得有趣或者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有點像是純粹跟喜歡這款遊戲的朋友一起聊天這樣子的感覺啦 那今天的議題呢相信標題也看得到就是永黑的這個議題喔 我最近常常會提到說我覺得永黑就是泳裝凱流現在的狀況稍微有一點尷尬 那今天就來聊一下這個我認為尷尬的點在哪裡 好那目前的日版呢還是沒有看到在聯盟戰法隊有強化 就是持續還是在強化物理刀啊或者是PVP的部分 在聯盟戰的法刀來說呢你一般的法刀就是偷懶 然後不然就是新黑刀這樣子 所以現在的聯盟戰他已經變成有三種刀了就是物理刀 然後一般的法刀然後就是新黑刀這個樣子 新黑刀跟原本的這個法刀已經沒有辦法相提並論了 那因為還沒有看到法隊的強化的關係喔可以預想知道說是他如果 Side Games如果想要打壓新黑的話 就是如果不希望新黑這個角色再繼續強下去的話呢 他應該會想要強化法隊就像他強化物理隊一樣 他強化了物理隊嘛 稀釋了新黑的重要程度 他就一樣的有可能會再去強化法刀 對啊是有可能搞不好他之後就不打算強化法刀了就直接強化到新黑這也有可能 但是對嘛目前在看起來應該是有可能強化法隊的 那如果說他強化法隊的話呢就變成說他不要強化新黑嘛 你要強化到法隊 又不要強化到新黑的時候呢 你勢必就是要給輸出角 你在這個法隊呢要給輸出角嘛 或者說輸出加破防的角色 像是 6星的靈啊像是克總這樣子的破防角色 你才有辦法去讓整個一般的法隊的輸出量整體的輸出量去上升嘛 那如果說你出了一些新的破防角色啊輸了一些新的輸出角色 你勢必就是會去擠壓到原本現在已經有的這個角色的空間喔 那目前的一般法隊比較常用的破防角色就是 絲絲花跟這個永黑嘛就是這兩隻 可是絲絲花我比較不擔心 因為絲絲花還沒有專武嘛 然後他又是公主祭典的角色 所以呢 之後他勢必是會上專武的 然後上專武之後他就可以解決這個 可以增加他現在的這個強度啦 可是永黑就不一樣了 永黑他是一個限定角 那什麼時候才會輪到限定角上6星真的是不好說 因為目前的常駐角都還很多沒有6星嘛 你看我6星 我一個月只開一隻 然後我的角色一個月就出兩隻 那這個6星的速度絕對是趕不上的 所以這樣子的限定角到底什麼時候合年合月才會6星是真的不知道的 也就代表說 永黑到底什麼時候會強化是一個 大問號 那如果說這個角色不會強化 然後未來呢 因為我們台版跟日版的未來是其實不夠遠嘛 我們大概只有4個月上下而已 我們的 調整起來之後只剩下4個月左右可以看 所以呢 永黑這個角色之後搞不好會不會被一些新的 法隊的角色 Sidegame在強化新的角色 就算他沒有強化一般的法隊 他如果強化 新黑刀好了 假設他 就是放棄了 他就是想說算了就給新黑強 那他出了一個buff啊加破防的角色 像拉比林斯達這樣子的 那他也會影響到永黑的出場空間嘛 你看未來的大概4個月5個月左右 我們還不會面臨我剛剛講的這個狀況 就是出了新的法隊角色 然後打壓到了 永黑的出場空間的這個情況 也就是代表說未來的4-5個月 我永黑都還是有可能會使用到 那目前來說永黑會使用到的空間 就是任何的法隊嘛 畢竟他以破防來說 還是非常強勢的 單一個4字花 只有一個4字花 大部分的時候 破防量是不夠的 那你還是會再放一個永黑去做破防嘛 那任何的法隊像露娜塔 聯盟戰都是有機會可以使用到的 但是呢 露娜塔跟聯盟戰是可以租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打聯盟戰好了 我出兩刀物理 然後出一個法隊 那我這個法隊我去租永黑 這個是完全可以的 也就是說 你的聯盟裡面 如果有人有永黑 有任何人有永黑 他是願意放出來給大家租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那你有沒有需要去投資這個角色 就又會是一個議題啦 畢竟還有很多其他的角色要抽嘛 那他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活動的關卡有的時候真的會需要 像這個SP的關卡 有的時候我就是要用法隊 的時候 這個時候當然是沒有辦法阻擋 但是你沒有 那你會 贏來的代價是什麼 你可能會要多花時間去研究這個SP關卡 那如果你不想花時間研究的話 或者說網路上也沒有一些 適合你的攻略的話 你就直接多打一回嘛 那SP多打一回 跟 這個 你要多抽一個這樣子的限定角 多培養一個這樣子的限定角 之間的這個權重 我相信 對我相信不用我多解釋吧 SP 老實講真的不算什麼 多打一回真的不算什麼 所以呢 綜合以上的這些情況 就會覺得很尷尬 因為 你問我永黑這個角色 他現在到底是不是用得到的 是 他現在確實是用得到的 沒錯 而且 台版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11月底就會復刻啦 之前排10月底是因為我們本來以為沒有CGSS 如果沒有CGSS的話 他就是排到10月底 但是我們現在看起來是有了嘛 對現在 現在不管怎麼看都是有了 所以呢 他就應該是會推到11月底啦 就是11月底的時候會推出永黑的 復刻池 然後同時呢又會有這個新年就是新年可蘿的復刻池 所以就很尷尬那個時候就 那有些其他的復刻角色要抽呢 到底要不要取得永黑這個角色 我自己就會覺得很尷尬啦 因為你看 我如果有永黑的話 雖然說聯盟戰可以租 露娜塔可以租 但是 我如果有永黑 我在聯盟戰的出刀一定會比較靈活一點嘛 假設說我今天已經出一刀法刀了 然後呢 我想要出掉第二刀 我自己的聯盟又是休閒這樣子的聯盟的話 我想要趕快把刀出掉 我出兩刀 偷懶的法隊 其實也是OK的嘛 那如果說我想出兩刀偷懶的法隊的話 你自己沒有永黑 你幾乎是做不到這件事情的 而聯盟戰確實是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非常專精於聯盟戰的人的話 可能反而 不太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 聯盟戰比較前面的玩家 我說的比較前面是美食 穩定前50甚至是美食前20這樣子的程度 這樣子的前面 你不太會出偷懶的法刀 就是 你知道就是 可能放個鞍啊 然後放個這個勇黑啊 獅子花之類的 然後打個400萬500萬這樣子偷懶的法刀 那我自己的聯盟這個月是47名啦 我的聯盟47名的情況下 我們還是出蠻多這樣子偷懶的法刀的 所以呢 呃代表說 大部分的玩家其實是有這個需要的 就是你會有 我剛提到的這個狀況 你就是需要一個勇黑 那這樣的狀況就很尷尬 就到底要不要取得勇黑這個角色 我最近會一直講很尷尬的點 就是 這個 好不好就是這個 那勇黑來說的話 一般人選擇應該是跟 新年可蘿選吧 因為 公主祭典的角色我覺得 我覺得沒得考慮啦 就是那個 像那個拉比林斯達 你就是 你一定要拉比林斯達 或者是說 公主優衣 我覺得沒得選啦 你的選擇 如果是公主優衣跟 這個 勇黑 或者是拉比林斯達跟勇黑的話 那一定是選 公主祭的角色 或者是說你的 選擇是新的角色跟勇黑的話 那我覺得 還是選新的角色 像例如 呃 泳裝的七七香好了 泳裝七七香在PVP是會有使用到的環境嘛 那如果說你會打PVP的話 泳裝七七香其實也是不錯的 然後像泳裝流夏 泳裝流夏在打三目標的時候是非常強勢 非常非常的強勢的 所以 呃如果說你問我勇裝流夏跟勇黑哪一個會比較好 我個人是會比較傾向勇裝流夏啦 雖然說勇黑的使用率 目前來看一定是會比較大 這個就是看 個人考量的部分 所以 很多人應該會是選 勇黑跟新年可蘿吧 像勇黑跟新年可蘿我就會覺得 真的相對比較難選一點 那選勇黑的點在於說 未來的這半年都還是會用到嘛 所以你就選勇黑 那如果說選新年可蘿的話 新年可蘿的點在於說 新年可蘿他不會有勇黑的那個尷尬的問題嘛 像新年可蘿他還沒有專武 那之後出了專武之後還會再強化 他可能又會再要上那個 使用率提升的部分 現在來講新年可蘿的使用率跟勇黑我覺得 聯盟戰啦 至少聯盟戰來說是差不多的啦 就是 對我個人體感是差不多的啦 當然你出 你打不一樣的王 你做不一樣的搭配會有不一樣的出場率 只是 我自己體感起來是差不多 就是勇黑跟新年可蘿 所以這個就會比較尷尬 但是你問我的話 勇黑跟新年可蘿我自己個人會選 新年可蘿 對我自己會選新年可蘿 因為新年可蘿是比較有那一個 未來變強的可能性 但是 不選新年可蘿又有一個點是說 他之後會專武 專武之後就會復刻 所以 等專武的時候 復刻的時候再抽 好像也可以 所以 對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內容差不多是這樣子 就跟大家比較詳細的講了一下 聊了一下說 我覺得 勇黑 尷尬的點 我覺得勇黑有哪幾個問題 是 大家可以稍微 思考一下的 但是也可以 順便思考一下說 未來的 抽食的選擇 那我必須要說 我的建議中就只是 建議 我沒有辦法提供你一個 100% 絕對是 最OK 或是 最優秀的選 我只能 呃 像這樣子的條列出來 然後讓大家去 有自己的想法 好不好 這種遊戲還是要看一下 沒有絕對的 好的選擇 只有說 你選擇了A之後 然後犧牲掉了 B 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會 呃 背負著 犧牲了B 帶來的 負面效果 好不好 所以呢 就大家自己再考量一下 那總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可以幫助到 希望你午餐已經吃完了 好不好 希望你是吃午餐很快的人 或者是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抽食的選擇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